- 恢復實體上課 恢復實體上課盡量就是有打過疫苗 特別是這個年齡層的 至少打一劑 其他的還是維持一定的戴口罩 或者是社交距離 維持那個都還是要繼續 Omicron的傳播疫那麼強 有什麼人打怨沒有辦法 Omicron的傳播疫那麼太強了 你打一劑 坦白講打一劑 沒有辦法預防感染 基本上還是預防重症 但是這樣子就已經很好了 因為現在兒童的重症率比較高 就完全沒有施藏過疫苗的主群來講 只要施藏過兩劑 你現在施藏過兩劑 施藏過兩劑過14天 他的保護會比較好 那如果施藏兩劑或者施藏兩劑在期間內的話 其實還是比較容易被感染 所以恢復上班上課的時間 應該是要考慮一下疫苗接種的時間 所以如果說開放回去上課 還是有感染的風險 可能還是要注意學生他們的體溫練課 這個狀態 那一有養性就趕快讓他回家休息 另外要呼籲就是 政府要考慮縮短兩劑之間的時間 就要坐到三個月 如果急的情況下 在國外一個月就可以打 你進了第二劑隔一個月 如果幾步一隔一個月隔八都也可以 先早趕快打 再坐到三個月 學生之後要打 他沒有那麼急 他也要打 所以隔三個月之後再打 他已經感染過 他今天已經有一定的免疫力了 三個月內再重新感染 被感染的機會是很低很低很低的 不代表他一共不會被感染 所以隔三個月之後還是要去打兩劑 第二個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免疫力低下的兒童 我們還是有一群小朋友 譬如說他是兒童癌症 或是免疫力低下的小朋友 這個要打所謂的基礎最佳級 所謂基礎最佳級 他們本身打疫苗是低性 就比較正常小朋友低 所以打完第二劑之後 距離第二劑的一個月 要打第三劑 但這不是真正的追加劑 他叫基礎 基礎追加 additional dose 你懂我的意思嗎 理解 有的免疫力比較低的 那些小朋友就是 他跟別人不一樣的話 就是一定要打三劑 對不對 那他的第三劑 一個第二劑 一個月 這個也要考量 但是畢竟這一群孩子 在一百多萬裡面 在的比例上是低的 但是不要忘了這群弱子族 我們請你打 感谢观看